我們今天講到帶著更強的聖靈恩高 去侍奉神和祈禱 這是非常重要和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是為人祈禱、侍奉、大敬拜 曾經有一個教會 傳導人認識聖靈的工作 但教友不太認識、不太接受 他就叫我做一個營 去幫助人逐步了解聖靈的工作 當時我們跟我們的團隊 我們那個地方要搭船 我在香港要搭船去 我在船上 因為我不記得只有我們 因為很少其他人 我們聚集一起祈禱 一群人一起祈禱 然後我們帶領第一場聚會 我當時用吉他帶他們去敬拜 去讚美神 當我一直帶的時候 一直說到耶穌愛我們 耶穌安慰我們 已經很多人即時經歷聖靈 我們也有服侍隊 即時為他們祈禱 即是我們第一場還沒有說 聖靈已經在運作 當我們在愛慕神的時候 當我們親近神 帶領敬拜 或者講信息 或者思想 我們如何跟人分享 傳福音 為人祈禱 都可以 神可以大大使用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因為神答應了我 所以常與你們同在 直至世界末了 所以今次講到更強的恩高 去侍奉神 和為人祈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一點就是恩高 聖經有哪裏講到歸恩高呢 在《詩囊傳》十章三十八節 有經文一起讀 《詩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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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與他同在 神就和他一起祝福祂所有做的事 這裏就講到聖靈的高末 高他 因為在舊約的時候 高末就是高末王祭師先知 而這裏就是高末耶穌 賜給他無限量的 耶穌被聖靈充滿是無可限量的 以聖靈和能力高末他 而不是用普通的高游 舊約是用普通的高游 但是是很貴重的 在舊約是律法吩咐 是誰擅自製造高游 是要判死刑的 但是在新約的時候 我們有另一個高游 就是聖靈和我們一起 任何人都可以達到神那裏 這是很特別的 在舊約的時候 他要透過祭師 但是在新約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和神有這種密切的關係 從以賽書內一章第一節開始 講到主要有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穌說用高游我 他高末我 叫我能夠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差異我醫好傷心的人 就是聖靈高末我 因為耶穌說用高高我 又說到聖靈在我身上 高末我叫我傳好信息 然後能夠醫好傷心的人 這裏也告訴我們 我們傳道不只是傳道 是醫好傷心的人 叫他們得到安慰 得到醫治 然後在下面 報告被老的得釋放 就是任何人有捆綁 任何捆綁 毒癮、憤怒、人際問題 情緒問題 讀賭等事情 都可以釋放 神可以釋放他們 還有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有幾悲哀的神都可以安慰 還有有喜樂 有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即是說到聖靈的功末 就叫我們能夠這樣祝福人 這件事是我之前 未曾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我是覺得 根本沒有留意看到這些經文 雖然看過按手祈禱 但是沒有留意 沒有想到這些事情會發生 但是自從我在1998年 安卡羅為我按手祈禱之後 很大的能力進入我裡面 很大的愛 我就知道這件事是真實 我就很多時間祈禱 也很想帶著能力祝福人 而發覺很多很多 真的很多很多次的經歷 在香港和宣教的地方 是很驚訝神的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都深信 你也可以 我們曾經有很多聚會 訓練的人去互相祈禱 我們今早在這裡講到的時候 其中一部分是經歷聖靈報道法 叫他們操練 那些人大部分都舉手 經歷到聖靈工作 我們最近去外面有些聚會 也有訓練他們互相祈禱 互相祈禱也會經歷到聖靈工作 所以其實你們都可以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而很重要的 如何長期被四年充滿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點是對付罪 就是我們要深信 罪一定有破壞性 很簡單 譬如經常都煩惱 煩惱就是罪 因為煩惱就是不信 猛症、發脾氣 這些都是罪 會有傷害人的心 或者看小自己 沒有盼望 或者情慾 譬如你一見到美女、美女 立即被吸引 到底這個界線 純粹是因為他 這個人很漂亮的樣子 因為你裡面有任何不好的意念 這個界線是很容易過的 而很多人是故意被情慾所控制的 我還記得當時我去聖經大學 有一位同學載我 載我一條路 沒有什麼人的 有一個女性向前走 她說載過了 她做什麼呢 她回頭看一看她 那時候我很驚訝 為何聖經大學的學生都會這樣做呢 人有時候很不自覺地 都會做一些被情慾控制的事情 第一 所以被聖年充滿一定是處理罪 以及聖經 實在太多聖年充滿的人 少說聖經 還有他有時候說的話 未必跟隨聖經 信心 很信神很歡呼你我們 祂很想充滿我們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你祈禱不要覺得神很難 祂不難的 祂很想充滿我們 祂很想跟我們的密切關係 祂 using整個心思 整個靈 我們的靈以及魂 魂也包括了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整個意志是願意跟從神 和整個靈 整個感情去喜歡神 這一個需要建立 你能不能夠隨時隨地也喜歡神 有些人說我不能夠喜歡神 因為我覺得 COBHO很多問題 其實有問題,有時候人的問題,不是神不愛他 有很多人會覺得有問題就是神不愛我 但其實我們數一下神如何救我們 神如何做萬物,給我們這麼好的食物,這麼好的環境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在這個世界上是可以享受的 不過因為人有問題,我們就注目在那些問題上 總是覺得神不喜歡我們,或者覺得很難與神有密切關係 但當你建立了,神是真的經常幫助我的 祂帶領我信耶穌,去改變我,吸引我 我經常都喜歡神的時候,你自然會一步步經歷聖靈更多 因為喜歡神是一個很接近靈的討告 因為人很被感情影響,每一個人都是 我們思想以至感情 雖然思想是會改變我們的感情 但感情是人的其中一個深度的反應 你喜歡的東西,有時候不一定有什麼原因 你的思想未必說這東西最好 就是喜歡,喜歡是一個影響人很大的地方 當我們學到喜歡神,我們就會跟祂建立,容易建立關係 你經常發出對神喜悅的心 神說你真是好,謝謝你,謝謝你,我們寬理你 我們就更加容易被四年充滿 而且整個靈學習,整個心靈好像飛去神那裡 就更加容易被四年充滿 我渴望,神給得我們的一定是最好的 處理生命,任何不好的事情 按手祈禱和四年充滿的聚會是會有幫助的 有強烈恩高的例子 聖經裡面有摩世 祂隨時一祈禱,神的榮光降臨 祂亦都求見神的榮耀 祂祈禱的時候,神說 祂在我面前蒙恩 祂所求的,我會賜給祂的 善慕爾那些先知門徒,他們常常祈禱 蘇羅一來到,立即變為新人 而後來蘇羅不聽神的話的時候 聖靈一臨到,那些人來捉大衛 都立即受感說話 原文是說語言,他們就回頭了 受聖靈感動,說一些說話 然後就是彼得 他走過的那些人,把病人放在那裡 他映而照著,什麼人身上都得醫治 即是說,他走過的人都得醫治 保羅的人在他身上拿手巾和圍裙 放在病人身上都得醫治 有一次我剛才遇見一個人在地鐵上 他在我那裡看聖經 然後他在那裡看,我看到他看 我跟他說,我是信耶穌的,這本是聖經 他說,我也是信耶穌 他就說到他以前曾經參加過一次 葛培里的報道會 當時葛培里有醫治 那些人拿手巾去,然後放在他身上 他是駝背的 他就說,當時他的脖骨是彎曲的 是很痛苦的 但當那個手巾一放上去,他立即康復 不過那幾天,有個和尚來他家 就叫他們放在地主 他安了之後,他的病又回頭 他就告訴我,當時也不認識有人 可以為他祈禱,得到醫治 他就告訴我這個情況 這就是聖經所說的 今天也有人有這樣的做法 這些人也有強烈的聖靈恩高 我要說一些近代的人 其中是宋尚節 宋尚節是在中國很大的影響力的人 他只是十五年的時間侍奉 他就震動中國和南洋,南洋的教會 很多人信主,很多人悔改 以及建立很多神學院 他也訓練了很多報道隊 很多人猜派出去去報道 他就說到他四年充滿的時候 他就說,好像那些水囂灌在他身上 他做了很大的悔改 他的特色是悔改 送上節他的信息 他整身很痛很痛 神讓他經歷了耶穌被釘十字架 和他經歷了耶穌和釘十字架的痛苦 即是耶穌釘十字架的痛苦 下面是於力公,上稿是宋尚節 於力公是創辦工人神樂院在美國 亦有做不同的事奉 他有說到他的老師 當他進入宋尚節為人祈禱的房間 他說好像進入裡面有魂墓 即是神的同在 聖經也有說到 有不同的地方說到 在神強烈的同在 就會有煙雲充滿的地方 他立刻悔改 立刻向神認罪 有一晚於牧師那時是小孩子 他又不參加聚會 接著聽到好像打風那一聲 原來有1500人在大聲祈禱 然後在那次聚會組織了53個報道隊 這是宋尚節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時時會組織這些報道隊 右邊就是史奇生牧師 史奇生牧師很多人不認識 但他的太太可能是敵然 可能有些人會認識的 因為他會回答一些問題 在一些刊物 以及在基督教書上寫的東西 史奇生牧師十四歲的時候 有一個頑皮的小孩子 家人就拘捕了他去宋尚節的聚會 他當然是不專心 宋尚節就指著他 他說拘捕小孩子 你死了 你出來 他說你臭了 他當時史奇生就不是反感 而是他立刻很深的悔慨 看到自己的罪 然後他後來就四處去報道 這些是一些直接經歷過宋尚節的人的見證 另一個人就是Kathryn Kuhlman 傅爾曼 在很多恩高服侍者之中 傅爾曼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之前我曾經參加過他的聚會一次 那時候我完全不認識 有個同學帶我去聖典大學的時候帶我去 那時候在他離世之前一年 我看到他的聚會員的時候 那些人出來 因為我們很遠 在他的球場那裡 那些圓形的立體的球場 不是平面的 斜斜的上去 我坐得很遠 所以沒辦法下來 我看到那些人出來 他一按手立刻躺下 我心裡很好奇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後來當我在1998年 看到安卡來來到香港 一按手的人睡 我立刻走出去排隊 立刻去接受 就是經歷神的愛 Kathryn Kuhlman的特色是很特別的 她說到她和聖靈很密切的關係 她說到聖靈很親切 她說你們不要令我的聖靈憂傷 好像聖靈是她 我和她有好關係 你不要令我和我這麼好關係 那個聖靈憂傷 說到人聽話的時候 會經歷神的憂傷 她是一個 在這麼多的報道家來說 我覺得最欣賞的一個 就是她那種 和神的關係的密切 亦有不同的人聽到她說到 和神的關係好像朋友 有些人羨慕她這種關係 她強調不是她自己的醫治 而是神的醫治 有時也說到她和神的關係 她會說拜託 拜託 不要令我聖靈擔憂 她是我的一切 不要傷害我愛那位 很多靈欣運動的人 只是認識聖靈的恩賜 但沒有與聖靈有這麼個人性的關係 這個叫做Roberts Learden Roberts Learden 她說見證 關於她經歷到Kathryn Kuhlman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英文 或者可以看到英文的影片 或者可以看到英文字幕 你可以告訴我 我將你加入一個 英文影片的群組 因為我在網上 經常看到好的影片 是非常好的 剛剛傳了一個 就是Roberts Learden 第一 她八歲 就上了天堂 Roberts Learden 她形容天堂也很好 她那個影片非常好 她說到她坐在一個人的家裡 有一個梳化 她說坐在那裡 她說你平時坐椅子 你坐一下 待會會動一下 她說你坐在天堂那裡 不會的 因為那張椅子 會跟著你的身體 令到你很舒服 你坐得很定靜 很舒服的 她又說到她隔壁的天使 她又想拔她的毛 那個翼的毛 但是她又拔不掉 那個天使也沒有發怒 她就不太力拔 又說到那些花 會發出榮光 唱歌 也說到跟耶穌玩水 耶穌按她 在生命河裡 她一走上來 立即潑耶穌 那些人聽到她的見證 她就說 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敢去潑耶穌 她就說 He did it first 是耶穌做先的 耶穌按我下水先的 她說 自從那天 她跟耶穌做了朋友 因為她可以跟他玩水 一個八歲的小孩 跟他玩水 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香港有一個地方 請我去教一些神學課程 她說我們請過 Robert Liardin來 可惜 我當時不在 她說 因為Robert Liardin 她說 我從來未曾見過一個報道家 像她一樣 有這麼強烈的恩高 那是什麼情況呢 因為當時 她說到在 Kathryn Kuhlman的聚會 通常是怎麼樣呢 就是她會帶人去愛慕神 親近神 然後她就會覺得 神的同序 好像 很濃厚的 Jelly 貼著她的身體 就好像有一種 很大的力量 我們當時 有些經歷聖靈 都會即時覺得 好像有一種力量 推我們 是一種力量 在我們身體運行 她就說 在Kathryn Kuhlman的聚會 就是特色 你會感受到 神的同序 越來越強烈 當時她是小孩子 她看到一個修女 她是坐著輪椅進來的 而且她的手是捲曲 在影片裡 我將她剪了出來的圖畫 她是一隻手這樣曲著的 然後Kathryn Kuhlman後來 就叫一些人得意志 說到有些人得意志出來 但那時候她沒有說到 但通常她會帶她們祈禱 在她帶祈禱的人的時候 神就會做功 就有些人得意志 這個修女也是得意志 她的手 就一隻隻手指彈出來 她好像有一個隱形的人 拔開她的手指 拔開她的手 她還聽到那些骨的咄咄聲 彈起一隻手指 一隻手伸出來 然後還起來走 因為她很久沒有走 所以走得很搖擺 但走著走著 她還在會場周圍走 後來Kathryn Kuhlman 就叫她上台 她說 我見過這麼多影片 和紀錄 我未曾見過一個見證 是這麼強烈的 即是 在沒有按手祈禱的狀態下 有這麼嚴重的情況 得意志 這個影片我都看到 覺得很感動 當中有人看到 亦都說 看到就哭了 其實我的眼睛都濕了 我聽她說的時候 我也是很感動的 當中有人 我不說誰 真的覺得很特別 講到那種 和神的密切關係 我希望大家聽到 都說 我也很想和神有這種密切關係 不要像局外人一樣 另一個人就是安卡羅 安卡羅就是為我按手祈禱的 他的特色就是憐憫 我曾經跟他一起吃飯 我問他很多問題 你如何有強烈欣高 他又是說憐憫 你如何祈禱 我想你知道你如何有什麼方法 又是憐憫 什麼全部都是回答我的憐憫 他是很強烈憐的 我試過在香港以外 參加一個聚會是他的 在一個球場 即是真的草地的球場 不是像建築物那種球場 真是一個草地 他完了 他為人祈禱 他在一個球場走 走去為人祈禱 他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他 因為有不同的房間 他每個房間都進去 他自己找人 但我見過很多報道家 又如何呢 其他旗 一旦不見了人 就走了 在後面走了 不會逐一旗旗 但他是逐一旗旗 祈禱的 他是帶來很多地方的復興 這種生命 這種生命 是比較 他的聖靈的恩高 更加寶貴 我希望大家也渴望 這種 神的同在的祝福 追求更強的恩高的動力 我希望大家是什麼 有些人想 我想經歷一下 試一下 我希望大家不是為這個 而是為了榮耀神 事奉神 幫助人 經歷聖靈更大的工作 因為神強烈的同在 會帶來更大的更新 你的事奉會會完全不同 有時候我帶一個聚會 馬上有人就改變 馬上就被提升 但我以前未經歷聖靈的時候 講很多很多 那些人很多時候 都沒有什麼生命改變 但是經歷聖靈之後 是改變很多人的 所以心就是榮耀神 耶穌說 榮耀不要歸於我 不要歸於我們 不要歸於我們 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 歸在你的名下 當我們真心想聖靈充會 我們真心歸榮耀給神 不要只口說 而你的心說 神一切我有的都是祢給我 你是願意我更加去 更上一層樓 我願意走在你的路上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態 不是為了榮耀自己 好了 進入更強的聖靈恩高 很重要 第一就是 真是專心愛神 不是追求恩高 你專心愛神 神就將你安置在高處 叫你成為尊貴 詩篇九十一篇講道 就是說 神就會提升你的生命 你愛神 你體重神 你的生命是不再一樣的 不只是教會生活不再一樣的 是你整個生命不再一樣的 你整個人生 神就會為你預備 最好的道路 最好的力量 每一件事都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渴望這件事 就是說 神啊我愛你超過一切 我愛你超過我的錢 我愛你超過我所有的人 我甚麼都不及你 全部都是你給我的 我就看重你 神是唯一一個能夠凡事祝福我們 也有能力祝福我們的神 我希望大家看到 想有聖年充滿 有強烈欣高 一定是很全心去愛神 以及整個心靈去敬拜 因為父要 在疑問那裏就是尋找 神尋找這樣敬拜的人 神去找 有誰人敬拜 是從心靈發出 因為只有口說的 有些人祈禱只有口說 但是神是想我們從心靈發出 對神的感激和愛慕 下面我寫了一個魂 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整個意志我決意跟上神 我決意不再把世界的東西 不看重世界的東西 我看重神 不代表我們不做工 不代表我們不積蓄 不代表我們不做很多世人要做的事 但是我們將神放在手上 然後感情 經常都喜歡神 甚麼都喜歡神 想到喝水 感謝神 神給我們喝水 喝完是很舒服的 沒有水是很淒涼的 我們有的一切都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有手有腳 有思想有感情 有感情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 所以人生有意義有開心 很多人都因為感情 人有感情 甚至你養狗貓 也有感情 因為神是有感情的 以及整個靈 凡在我裡面的 都去清重祂的聖明 你經常在敬拜 經常都在心底下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全心愛耶穌 譬如你在家裡祈禱 每一句祈禱文 即祈禱的說話 或是主祖文 你不要口說 一直發出 我們在天上的父 一直向著神 你看我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愿人都尊崇你 所以要慢一點 讓你的心跟上去 愿人人都尊崇你 愿你的國降臨 你的救恩的角度降臨 在我們當中 愿你快點回來 愿你的子行在地上 愿人行在天上 愿人都聽你的話 在心底下發出 對神這種愛慕和感激 這三種祈禱很有幫助 幫助我們的關係 當然祈禱不是只有這些 恩典的祈禱 就是很多恩典 神愛我們 神關心我們 神祝福我們 神看重我們 神有計劃 敬拜 我敬拜神 我感謝神 我歡喜神 互動 我一祈禱 神就會歡喜 你真心祈禱 你可以有這個信心 這不是誇要 而是聖經說 我們親近的 祂一定親近我 我愛祂 祂一定會提升我的生命 為我預備 人心未曾想到 那就是 時時祈禱都會互動 其實另一個祈禱 會有幫助 就是獻身 就是神 我願意聽你的話 我願意給神使用 求你帶領我 如何使用我的生命 這些都是神所喜悅的祈禱 以及以神為樂 神是我們喜樂的來源 有神真好了 感謝神 我歡喜神 我喜歡神 我喜歡神 感謝耶穌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 都可以感恩 譬如我們的腳 一輩子走多少路 感謝神 你想想 那些車輪這麼厲害 都會蝕掉 我們人不只走車輪這麼多年 我們其實這個腳 那些瘦的力量 不只是我們的體重 當我們踏下去 或者跳下去的時候 是比我們人的身體 很多倍 所以我相信大家 在我們這個年齡 都很少會跳下去 但小朋友 不知道 在他們跳下去 他們不知道 原來這些跳 是對他們的關節 不是那麼好 我們身體 其實承受了很多 這些不好的對待 但我們依然能夠走到路 我們多謝神 就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 賜給我們 叫我們成駕在地的高處 當你天天喜歡神 你說我所有好東西都是神的 你自然的生命就會提升 還有長時間敬拜神 帶來神強烈的同在 就是我所說的撒母義 有兩段經文 這裡 撒母義記上十章五至十節 這裡說到 當撒母義高了 蘇羅為王的時候 他就叫他去神的山 到那裡有一群先知 奏音樂 以及受感說話 受感說話原文是說語言的 因為翻譯聖經的人 他們就覺得很難以接受 以及《哥林德前書》十四章 就說到 這個先知講道 其實也是說語言的 他又覺得說語言 因為他對比兩人 一個說謊言 一個說語言 他兩樣都沒有接受 所以說語言 就將他分析為先知講道 其實是說語言的 他們到底受感說話說些什麼呢 說語言不一定是講將來的 即是講出神的說話 神的說話 亦都可以是 好像我們今天講的謊言 或者神就是 感動他們 能夠講出神的奧秘出來 撒母義就說 你去到當中 你會大大的聖靈 大大的感動你 你就會和他們一起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他說這個兆頭臨到你 你就要趁事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因為神的同在 任何地方都有神的同在 任何地方 神都在 第一種同在 第二種同在 是和基督徒在一起 但是和基督徒在一起 都有程度 第三種同在 就是這裡所說的 就是強烈的聖靈同在 就是這些先知門徒的地方 很強烈的神的同在 以致蘇羅一去到便變為新人 而且你要趁事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當蘇羅一轉身離別 而是薩摩爾神就刺激了身心 還未去到便 跟薩摩爾討論完 後便便改變了 心便改變了 從《薩摩爾記訊》 十九章 那時候 蘇羅經歷了聖靈工作 但是他不聽話 其實很多的 在這個世代很多人 有經歷不擔保會聽神話 是在乎這個人 所以我有句說話 就是我們經歷一定要 入我們的思想 入我們的腦 我明白我所經歷是多麼寶貴 於是我想聽神的話 蘇羅後來追殺大衛 他就知道大衛在那裡 他就派人去抓大衛 誰知道那個人 去到便看到薩摩爾 有一群先知門徒 薩摩爾便監管他們 原來這群先知門徒 薩摩爾記上十章 都是薩摩爾的門徒 薩摩爾走開他們 都在這裏 一路敬拜 親近神 然後 當 蘇羅警察那些人去的時候 抓大衛的時候 一去到 就受感說話 便走回頭 他警察三個暴人都一樣 到他自己去到 他亦都在這裏受感說話 然後他便脫下衣服 睡在石頭上走一夜 結果又回頭 這就是看到神的恩高 神的同在會改變人 在神的同在的地方 人的生命會改變 還有 就算敵人要攻擊 神也可以阻擋 其實有不同的報道家 譬如安卡羅也有說到 他試過有人去他的聚會 拿著把刀 也有人拿槍 因為開槍就開不了 拿刀 誰知道那個人 又在聖靈的能力下跌倒 然後感動 就信了耶穌 神的工作可以是非常之強烈 因為神是掌管那位神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原來長時間敬拜親近神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在家做普通的家務 你可以播放 我有一些祈禱錄音 你可以聽 如果你想要 其實我放了在群組 不過我再放過 你可以播放一些 基督教的影片 可以聽一些見證 就會鼓勵你和神的心 也可以聽聖經 我們可以用這些時間 長時間去親近神 我們自己如何進入神 強烈的同在呢 盡量整個心靈愛慕神 不要只用吾聖祈禱 整個心 有些人說我很難做得到 那你先做什麼呢 喜歡神 你有空想想 你吃的東西 感謝神 吃的任何的水果 任何的肉類 蝦 蟹 都有一種香味的 感謝神 感謝神 我的鼻又嗅到 感謝神 我吃的時候又嘗到 我吃的時候又舒服 感謝神 我放鬆自己心呼吸又很舒服 我一祈禱又有平安喜樂 時時都想回這些東西 就是喜歡神 心就歡喜神 也都知道 沒有人能夠把好東西給你的 真正的好東西 長久的好東西 沒有人能夠把什麼好東西都給你 只有神才能夠的 所以你經常說 我想生命提升 唯一就是跟神 就一定提升 第二就是想著耶穌 愛慕祂 經常想著祂 每天都習慣 這是習慣 你習慣了 你自動會 就算我有時候 例如有時候忘記了 我一去洗好間 一定會記得 為什麼呢 我已經習慣去洗好間 一定是想著耶穌 一定是感謝耶穌 盡量放鬆自己 心呼吸也有一個方法 放鬆 因為放鬆的時候 人們想著耶穌 神就更容易祝福我們 你就會覺得平安輕鬆 你就感激神 越感激神 神的同在就越大了 你的靈也更開放 第三 現在說出一些不同的方法 實際的方法 就是放鬆的人 心呼吸 想到耶穌這麼好 你會覺得整個人會鬆 會舒服的 第三 想到任何問題 都不能拿到神的恩典 所以我就放手了 有些人罵你也好 什麼也好 不要緊 算了 無所謂的 就算你的身體問題不要緊 不要緊 譬如我自己 本來的聲音 關了血泊 但我現在感謝主 一直在好 為什麼知道好 因為聲音越好 不用動手術 多謝天父 但我過程未好的時候 我還是說 神你知道的 我不用緊張 我不用緊張 那聲音不好 怎麼侍奉呢 我又不是不擔心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神掌管 整個過程 我不擔心 我知道神會照顧 這就是很重要的 無所謂的 不能死的 極度歡喜神 喜歡神的創造 他的接納 他接納我們 很多人去過天堂 都說 神的接納是非常美好的 其實很多英文的影片 都有講到這件事 有很多人 吸毒 販毒 奸淫 很多的影片 英文是很多很多 他們怎樣 他們是很絕望 甚至被人抓去坐牢 中文也有 普通話也有 我記得有一個 他不是販毒 他是買好很多毒品 慢慢用 因為他吸毒 每次買一些 就太少了 他買多些 那些警察來的搜查 他說 耶穌 你是真神,你幫我吧 如果他們搜到我 我就很慘了 那個櫃桶 明明裝了毒品 那個人 就把人拿開櫃桶 把手拆掉 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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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走開了 他就知道 神真的保守他 那次神沒有捉到他 但後來他也捉到他 他又求神 神是你有方法的 因為他判刑很重 他說:「神,你有方法,我願意聽你的話,我將生命獻信給你,你釋放我,我會將生命獻信給你。」 後來真的釋放他,他又去到一個教堂,後來成為了一個牧師 有這樣的見證是普通話的,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告訴我,我也可以傳一些普通話的影片給你 這裏講到喜歡神,以及從心靈的深處愛慕神,喜而神 從心底呼叫耶穌,這個方法之一 從心跳出來,好像在這個位置 多謝耶穌,哈利利亞 你做得多,神的同就會加強 有些人就跟我說,你所說的很虛無飄渺 我說是,這些是很抽象的 因為不是普通用思想可以明白的 是你整個人喜歡的,很簡單 如果你很喜歡吃雪糕,你很久都沒有吃雪糕 你有那種歡喜,心對神歡喜出來 呼叫耶穌從心底發出整個靈魂 好像飛向神,這是另一種意念 好像飛去神那裏 哦,多謝耶穌,你做慣了 即時你一做,立即做到 那你一路做,越長時間,越大越聖靈的恩公 那你都可以身體動 跳動、跳舞、拍掌、跳舞、搖擺 都會有幫助 好了,那怎樣帶著恩公為人祈禱呢 先說自己,現在說為人 第一,跟他解釋怎樣用心靈愛慕神 以及放下心中的重誕和煩惱 解釋的方法可以說,你喜歡神 你喜歡吃什麼呢 你喜歡吃的東西,人可不可以製造出來 你可不可以製造芒果的味道 不是蝦的味道,蟹的味道 你可不可以製造出來 不是由蟹粉製造出來 那些不是蟹的材料 製造到蟹的味道 製造到芒果、水果的味道 你能不能製造到 你看神做的東西這麼好 讓我們享受 你可不可以製造出花 製造出花這麼漂亮 你可不可以製造一件衣服 像花那麼漂亮 不是那些質地 那些質地是要像花的質地 即是全心感激神,愛慕神 和多些人一起愛慕神 如果你想為人祈禱 多幾個是會強烈很多的 我們這裏集體也會強烈很多 所以你趁在這裏的時候 投入會更加經歷神的祝福 第三,你發覺對方投入 發覺他身在搖動 就因爽和鼓勵他 聖靈在你身上 你更加投入 更加投入 神的能力更大 那他越投入 你就欣賞他 你正在進步 你繼續努力 每天都去做 神一定喜悅 第四,鼓勵他在家裡 處理生命 有什麼煩惱 負面思想 生氣人 這些全部都放下 遵從神 更長時間愛慕神 以及全心侍奉神 做了神的吩咐 這樣就告訴他 這個祈禱的過程 是需要時間去學習的 我一會兒會帶大家 一會兒會做的 第一,就是集體祈禱 然後我示範為一個人祈禱 然後你們兩個去操練 就是我們今天會操練 今天操練 並不代表你跟著之後 立即達到 這是需要時間的 我重複說幾個方法 其中一個比較容易的 就是放鬆自己 抱著耶穌的心呼吸 多謝耶穌 這個心呼吸的放鬆有兩種原因 第一,就是神做我們的身體 一放鬆就會舒服 這個和我們身體出的 那些開心荷爾蒙 我曾經給過一個名字 我們人的身體 有些開心荷爾蒙 就是你一放鬆開心 身體就會出一些荷爾蒙 而你的人就會更健康 猛症、牢吵 你會出一些荷爾蒙 是令到你緊張的 譬如你要有賊人追求你 你要緊張 你要走快一點 我們身體會出這些荷爾蒙 但這些荷爾蒙 你沒有茶佬追求 就不要經常被罵 被追求 就會受傷害 身體會出這些荷爾蒙 令到你身體有強力的反應 所以放鬆 呼叫耶穌 想像自己飛去耶穌 又喜歡耶穌 而且想著耶穌 現在很喜歡耶穌 耶穌是很喜歡我們的 好耶穌 那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